摄影家阮毅中魁为16年再次在台湾举办各展 不同过去以台湾为主题 这次摄影展阮毅中记录的是基督教古国亚美尼亚 因为创办摄影家杂志 阮毅中被称为华人摄影教育之父 他当时受到当地音乐的感动 前往亚美尼亚拍摄 透过旅行的视角 阮毅中希望让大家了解世界不同民族 也能够因此更认识自己 这个就是阿拉拉山 山顶上就能见都不好 传说上帝在造万物的时候 每一个国家都会给一个礼物 给光了才想起来说 我还忘了一个亚美尼亚没有给 可是礼物都没有了 只剩下石头 系数位在西亚内陆国 亚美尼亚的历史和地境 他是摄影师阮毅中 这是他跑遍全世界 睽違16年后 首度以非台湾的主题 开办摄影展 亚美尼亚到现在呢 他的土地都长不出大树 因为石头不容易长大树 所以都是草原 可是他们的石头非常非常好 所以所有的箭子都用石头盖了 西元301年建国的亚美尼亚 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 教堂建筑和音乐风格 影响西方各国 阮毅中在摄影展写下 自己有太多旅行故事可说 会选择从亚美尼亚开始 就是因为被他们的音乐吸引 阮毅中透过镜头记录 亚美尼亚的人跟环境 在照片中建立出自己的故事 因为整理国外的影像 这些是属于他乡 你在旅行当中 更了解世界不同民族 他们的遭遇的话 你会更认识自己 阮毅中将摄影视野 从台湾拉到世界 看见不同族群 在不同地区的悲欢影像